各位师兄大德 我是小赖 欢迎来到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 57岁一生未孕 生命充满苦难 我读诵此经后 命运发生大转变 师兄们大家好 我的学识有限 写得不好 请大家多多谅解 但写出来的都是真实的事迹 岁月的风雨冲刷我的身体 满是伤痕 心脏病 胃病 关节炎 常年头疼 还有两次失败的婚姻 一生未孕 到57岁那年 真的对生活失去信心 偷偷准备了老鼠药 写好了一书 只等老妈走了 我就走 昏昏沉沉的日子 让现在老爸儿子发现了 他那时正准备出嫁 他开导我学佛 教我诵经念佛忏悔 教我学习因果 让我看山西小院光盘 领我诵地藏经 大悲咒等 当我读地藏经时 心里很安稳 能静下心来读两个半小时 半年后就觉得心脏好了 不用吃着心脏病的药了 然后坚持每天一步 像我当厨师时 所杀石基于虾等众生菩萨忏悔 业障现前了 我被查出乳腺癌 切除手术很成功 医生告知要做四次化疗 口服抗癌要五年 对这要求我拒绝了 在亲人们的逼迫下 我只做一次化疗 我把自己交给佛菩萨 用念佛诵地藏经 来感化所伤害的众生 如阳受到了就跟佛走 我一生已挨了三刀半了 都是我最有应得 我做出这决定后 我就不能吃葱蒜等五星 而且嘴里涌出中药味 因这些年吃好多中药 约十多天后又涌出铁锈味 极一种怪味 我没有间断送地藏经 每天拜佛忏悔 慢慢的啥味都没有了 而且各种病都好了 我已吃素有十年了 现在每天做早晚课 拜颤 有好多感应故事 慢慢说给大家 我希望有缘人 和我一起送地藏经 希望没有病痛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感恩大悲大愿地藏王菩萨 感恩阿弥陀佛 再写一个感应给大家 我在原来的小城市 有个院子开食品厂 后来效益不好准备卖出 但卖了十年也卖不出去 还要给银行还贷款利息 我和老伴为这是很上火 彻夜难眠 在第九个年头时 也就是我送地藏经的子二年 奇迹发生了 我的房子跟城区一强之隔 就属于农村用地 当时政策是不准城市居民 买农村地皮房子 所以我十年卖不出 但这次是有个朋友 帮我联系个买主 而且他以自己名字买的 是真正买主复制 二十多万一笔交旗 各种过户手续 都是这人办的 让人感叹 他们之间的信任程度 其实我明白 是地藏王菩萨加持 派护法神帮我的 然后还有喜事接踵而来 钱拿回来 我除掉还外债余额 刚好买个非常颇旧的小楼 当时我俩到农村打工喂猪 小楼我就让我残疾姑姑住 我本意不收租金 可姑姑不肯 我就收了别人租金的一半 紧接住政府下文 给我这没工作的城市户口人 办个养老工资 每月虽不多 但也够吃饭了 每年还随着涨金额 过了两年棚户区改造 把我那小楼 十八户人家都动签了 全线就我那一个楼拆签 朋友都说我借出家孩子的光 但我认为多半是佛菩萨加持的结果 我每天送完金送佛号 然后忏悔 提请佛菩萨加持 帮我改变现状 我的愿望都实现了 现在我老俩口每天无忧无虑 他虽不念经 但他抄经 已抄完一套妙法莲花经 三部僧家诈经 三部地藏经 二部金刚经 现准备抄普门品 通过这几年诵经念佛放生的 我俩真实感受到佛法大无边 只要诚心相信 就会改变命运 我这年龄了 每天必须完成功课 念佛求生净土 一边带动身边有缘的朋友 一起学佛 以上讲的都是真的 负另外其他师兄的感应 发生在我叔叔家的事 地藏菩萨真的太灵了 这些事情发生在我叔叔家 我叔叔和我婶婶一直过得很不好 婶婶话多特别叙道 疑心病又重 和叔叔一直吵吵闹闹 儿子都二十多岁了 他们还闹离婚 前两年 才读初一的女儿 也整天跟父母顶嘴 甚至闹跳楼 总之 家里没有一天安宁 我婶婶娘家 接连发生的事情 用一个词来形容 就是祸不单行 她父母都因癌症去世 二妹妹在一次煤气罐意外爆炸中 重度烧伤 事后没过多久去世了 大妹妹因抑郁症成了精神病患者 小妹妹两次婚姻失败 现在也过得很不好 后来 在我的吉利推荐下 婶婶开始送地藏金 之后 我看她开始有点相信了 就劝她请个地藏菩萨像回家供奉 我爷爷在叔叔家住 已经九十岁了 五月初的时候 我爷爷已经好几天吃不下东西了 吃什么兜吐 也不认识家里人了 医生说各个脏器均已衰竭 无力回天 最多只能活一个月 我婶婶就打电话通知我们回家 当时 我们都以为爷爷十日不多了 那天晚上我下班回去 守在爷爷身边 并开始送地藏金 当时就想着如果爷爷阳受尽了 临死前听到一句地藏金里的经文 都能解脱三恶道报 如果我送完整部 爷爷应该能受益更多 送完一部地藏金 已经半夜了 就去睡了 第二天起床却发现爷爷开始会认人了 当时 家里人都以为是回光返照 后来因为忙事情没有回去 让我婶婶在地藏菩萨面前送地藏金 并买水果零食供养地藏菩萨 慢慢的 我爷爷竟然好起来了 能吃东西能喝水 大小便正常了 过了几天 我婶婶又问我 她说爷爷好一点了 怎么样做能让他更好一些 我告诉她 拿爷爷的钱去买水果零食 供养地藏菩萨 跟菩萨说这是爷爷供养的 希望他好过一点 结果当天晚上 我和叔叔都梦见爷爷去世了 更神奇的是 之后爷爷就好起来了 能吃能睡 每次能吃小半碗稀饭了 到现在能慢慢站起来 也能自己上大小便 不用尿不试了 现在 已经一个月过去了 爷爷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 地藏经里说 父子普广若未来世 有男子女人 久处床枕 求生求死 聊不可得 或夜梦恶鬼 乃及家亲 或有险道 或多眼眉 供鬼神游 月月岁身 转父汪寨 年终教苦 惨期不乐者 此皆是夜道论对 未定轻重 或难舍受 或不得欲 男女俗眼 不便是事 但当对诸佛菩萨向前 高声转读此经一遍 获取病人可爱之物 或衣服 宝贝 庄园 舍宅 对病人浅 高声畅言 我某家等 唯是病人对金像前舍诸的物 或供养金像 或造佛菩萨形象 或造塔寺 或燃油灯 或施常柱 如是三百病人 浅令文之 甲令诸实分散 至气静者 乃至一日二日三日四日至七日以来 但高声白 高声读经 世人命中之后 素央重罪 至于五无见罪 永得解脱 所受牲畜 常知宿命 何况善男子善女人自书此经 或教人书 或自塑化菩萨形象 乃至教人塑化 所受果报 必获大力 事故扑广 若见有人读诵是经 乃至一念赞叹是经 或恭敬者 如需百千方便 劝势等人 行星莫退 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